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提斯尼 这一次我们看一看一条有关于海量数据查找的算法题 那如果要是到BAT去面试的话 极有可能会遇到一种让你如何去处理海量数据的这类问题 因为像BAT这样的互联网公司 每分每秒都将会产生海量的数据 那么如何对这类数据进行存储查找以及计算呢 是BAT这些公司所要面对的一个技术难题 因此他们对他们的候选人呢 进行这种海量数据处理的算法题考察呢 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一道这样的一种类似于海量数据处理的一道算法题 也就是说假设在这个BAT公司上 他们的服务器上一定时间内会产生数据条目非常巨大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非常巨大的数据条目 它的这个量子用一个变量N来表示 这个N呢可能是几十亿或几百亿 也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一个大量级的 而且呢有一个难题就在于 这个变量N呢 它事先是不知道这个值是多大的 那么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呢 就是项目有需要 要快速的从这些N条海量数据里面 N条海量数据里面呢 去查找DK小的条目 也就是说这N条数据呢 里面有一个编号 我们要求项目要求呢 你查找到DK小的条目 那么这个K值呢 它是事先能够确定的 所以就要求你设计一个满足需求的 这样的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 必须要兼顾你处理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效率 那么这个题目看起来呢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它复杂在于哪呢 复杂在于它有两点 第一点呢 是这个变量N是未知的 当你处理一个是未知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你就会比较棘手 因为这个数据N呢 在这一个时间可能是这么多 在下一个时间呢 又可能是变成另外一个值吧 当这个N的值 它的它在变动的情况下 你无法把握的时候呢 你就很难去面对这种变化万分的情况 对于要条 要从这个N条数据里面查找DK小的呢 如果说我们一个直觉的想法就是 把这N条数据呢 存下来 然后排好序 排好序之后 我们可以顺序的找到DK小的这个元素就可以了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 第一这个N的值很大 如果要把它全部存下来的话 它会浪费巨大的计算机内存 第二个呢 是这个N的值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事先要准备多少内存 才能够去把这些海量数据给全部存下来 所以因为这个N值的变化 由于它不一定 由于它这个变动很大 不一定 所以整个题目的难度就在这里面 同时呢 如果说对一个海量的这个数据进行排序的话 我们知道排序它最快的这个效率呢 就是N乘以logN 那么当这个N值很大的时候 这个排序的效率呢 其实也是很慢的 所以这里面这道题要处理的时候 相对来说是比较激手的 那么大家可以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在这里停一停 然后看一看有什么好的想法有 OK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怎么处理这道题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这个题目有一个关键就是要查找DK小的条目 那么这个变量K呢 它不是变量 而是事先指定好的一个值 也就是说这个K是不变的 是一个长量 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个长量入手 在前面的章节呢 我们讲过一个数据结构叫做堆 堆呢实际上是一个优先级对列 堆的这个数据结构的特点 就是它有点类似于一个二叉数 堆它有根节点 根节点下面呢 又分为两个子节点 那么堆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如果是大堆的话 那么堆的这个根节点的值呢 是它这个整个数据结构元素里面的 所有值的最大值 如果是小堆的话 那么根节点的值呢 就是所有节点里面的最小值 因此如果我们已经可以 如果我们能够把数据按照一个堆来组织的话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的 取得到所有这些数据中的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 这就是一个堆的特点 那么对于堆的第二个特点呢 对于一个含有N个数据而言的堆呢 它构造的时间是N乘以logN 那么它的这个节点的加入和删除呢 跟这个堆的高度有关都是一个logN 而需要存储的这个 如果有N个数据的话 只需要N个单元的内存呢 就可以全部存储 所以这个堆的好处就在于 它能够快速的得到所有元素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同时呢 对堆的这个元素的加入和删除呢 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都比较好 都是一个对数级的一个复杂度 因此我们这个问题呢 就可以用这个堆来处理 大家想想 我们要找的是DK小的一个条目 DK小的条目 那么思想 如果我们有办法把这个N条数据中 前K条 前K小的 前K小的所有数据保留下来 然后再从这个前K小中的所有数据中 找出最大的一个 那么这个元素呢 就是DK小的条目 那么根据这个思路呢 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大堆 这个大堆呢 最多包含K一个元素 那么K一个元素 那么每一次 这个当我们有数据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这个大堆里面 取出最大的这个元素 如果新来的这个元素呢 比当前堆里面的最大的这个元素呢 还要大 我们就把这个堆里面的这个最大元素给散掉 然后把新的元素给加入这个 这个堆 那么如果当前来到的元素比我们构造好的 这一个K一个还有K一个元素的这个大堆里面的最大的这个值还要大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新来的这个数据条目给放弃掉 那么这样的话经过这么处理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当所有的数据都经过这个堆的处理之后 在最后呢 这个堆仍然保持有K一个条目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K条项目把这个K条数据条目里面这个数值最大的一个给拿出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算法的具体设计 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代码情况如下 在这里面呢 这个在这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呢 添加了一个这个heap soul的一个类 这个heap soul呢 是我们以前讲过 讲这个堆的这个知识的时候呢 提到过如何创建一个大堆 也就是说这个堆的根结点是所有元素中的最大值 那么在这里面呢 在这个主入口玩数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设置一个error 它还有30个元素 这个error呢 用来模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海量数据n 那么这个n就等于30 这里面这个数值是很小的 只不过我们是在这里面用程序去模拟题目中的情况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k47 也就是说我们想从这30个元素里面找出第17小的元素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新建一个这个 这里面我们新建一个这个 数组对象 这里面这个new啊 其实是为了模拟需要的 那么在我们的题目中呢 在我们的题目中这个数据呢 是从直接从服务器上下来的 我们这里面呢 主要是用代码来模拟这个题目中的情况 然后呢这里面我们构造一个含有k个元素的一个堆的数组 这个堆的数组呢 用来包 用来把这里面 我们将构造一个大堆 这个大堆将把这个数组里面的元素呢 形成一个堆形的 形成一个数据堆的这个数据结构 那么在这里面第一个后循环呢 我们先用一个随机数呢 产生一个0到100之间的一个整形的随机值 把它放入到第一个对列里面去 然后把首先在这里面循环的时候 我们先把前17个 也就是把前面k个元素呢 放到这个堆数组里面去 再然后用这个用前面的k个元素呢 构造一个大堆 构造完这个大堆之后呢 这个堆里面的最大值就可以直接取到了 然后接着把这个17后面的所有元素呢 一次去变利 这就相当于从服务器上源源不断的来到新的这个数据条目 来到新的数据条目的时候 他就要判断一下所来的这个元素呢 到底是大于前面我们存储的 这k个元素所构成的这个大堆里面的最大值这个元素 如果大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新的元素加入这个堆 同时把原来堆里面的这个最大元素呢 把它给去掉 那么通过这么做的时候呢 当所有的元素都经过这个循环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堆呢 就包含了n个元素中前k个 前k小的所有元素 那么前k小的所有元素都拿到了 我们再调用这个堆的maximum这一个接口 得到前k小的所有元素中的最大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dk小的元素了 n个元素中的dk小的元素了 这是整个算法的一个基本思路 好这里面我们把它给调试起来看一下 好我们都debug调试一下 OK首先我们在这里面呢 创建了一个 我们创建了一个大堆 那么这个堆里面呢 包含着k个元素 这个k是17 所以它包含k个元素 我们走下来看一下 那么k个元素中前面的最大值的元素呢 是96 前k个元素中的最大值是96 我们这里面看一下 大家看在前17个元素里面 我们再看这里面 这个error呢是随机生成的30个数 那么前17个元素里面呢 最大值是96 大家看一下 在选中的中全前k个元素中 最大的这个元素是96 然后接下来呢 它就会把17后面的所有元素 一次跟这个堆里面的元素进行比较 如果这里面的元素 有比这个最大值小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堆给去掉 把这个新的 把这个比堆里面最大值要小的元素 给加入到堆中 那么这里面这个循环呢 我们就不走了 直接过来 OK 直接过来 第二个 大家看 大家看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第二次找到了一个 比这个最大堆小的元素是39 然后堆的最大值是77 然后一次就这么把k 把后续面的元素 一次跟这个当前堆里面的最大值比较 因为我们这个堆呢 始终保持着当前所遇到元素的前k 前k小的元素 所以当这个n循环完了之后呢 我们整个这个堆呢 就保持着所有元素中前k小的元素 那么所有元素中前k小的元素都在这个堆里面 我们只要把前k小的元素中最大的一个拿出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dk小的元素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打出来了 从这个堆里面拿出的这个最大值是50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一个原来的数组进行一个排序 然后拿到dk一个元素看一下 两者是不是一样的 排好序之后 我们再下来这一盘 大家看 把这个数组排好序之后 dk大的dk小的元素 大概dk小的元素 第17个正好是50 正好是50 也就是说 那么所有元素中 第17小的元素是50 那么经过我们这个堆的运算呢 得到的第17小的元素呢 也是50 这就证明我们算法思路是正确的 那么算法思路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还必须要看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和一个问题是他的空间复杂度 那么时间复杂度呢 一个是用来建立这个堆的这一个时间 那么前面我们说过 我们要根据17个元素 或者说是k个元素来构建一个大堆 那么根据以前的分析呢 一个堆的构建呢 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是k乘以logk 因为这个k是提前所预定的 也就是说提前知道的一个常量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构建这个堆 所需要的这个空间和这个时间呢 其实也是一个常量 接下来第二步就是操作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主要是在这里面 在这个负玄环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数组中的元素 跟这个堆的最大值比较 然后把这个堆中的最大值给去掉 把新的元素给插入到这个最大插入到这个堆中 那么在这里面呢 一次插入这个堆呢 需要的时间复杂度是logk 由于这个k呢 是预先指定的 所以这个插入的时间步骤呢 我们也可以认为呢 它是一个常量 因为这个k是固定好的 它不是变量 只是常量 所以它这个对于一个固定数值的一个堆 进行插入的时候呢 固定元素的一个堆进行插入的时候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常量 所以这个是常量的话 在这里面循环大概是一个n次 前面这个k由于是个常量 所以我们不考虑 因此总个循环总共是n次 所以它循环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呢 实际上应该是n乘以logk n乘以logk 但是这个logk由于这个k是一个常量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logk当做一个常数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整个的时间复杂度呢 实际上是一个线性级的 那么由于我们需要k个元素来构造一个堆 所以这个空间复杂度是一个k相关的 但是这个k是一个固定值 是一个常量 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空间复杂度 实际上是个线性的 因此我们当前的算法的特点呢 就是整个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是线性的 存储的空间复杂度也是线性的 因此我们的当前设计的这个算法 来处理这一个海量数据呢 是能够符合题目的要求的 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一节主要是探讨了如何使用堆这个数据结构呢 完成在完成这个在这个海量数据里面 进行给定条件的这个搜索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代码的时候 可以自己情绪尝试一下 然后调试一下 看整个算法的设计和它相关的这个运行效果 好谢谢大家来到固定迪士尼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内容 谢谢大家